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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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若干年前美國在古巴的大使用 其實不知道古巴 我聽說其他地方都試過 就突然間有一些的職員感受到腦部的問題 他們在查的時候用了很多方法去查 最初是查不到的 但是後來就發覺一件事 就是他們受到一些低頻的聲波的襲擊 但是又不知道在哪裡來 所以我們今天去講一下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有幾件事情可以注意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現在 即使美國都不相信古巴人去做的 也都沒有講明是俄羅斯的特工 如果不是俄羅斯的特工 我相信其他國家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 就未必做到 所以呢 我們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首先問一件事 聲波是否真的可以影響了 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身體呢? 這個我們都追蹤了以連計的時間的一個懸案來的 我記得上次講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結論在那裡了 唯有就靠著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追蹤 去問那些使館人員後來那個身體狀況 會不會已經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轉的傷害呢? 那很奇怪的就是在剛剛這個星期就有公佈 就簡直是由美國自己官方的衛生局那裡去公佈 一個追蹤的研究 就是看回當時那些使館人員和他們 就是時隔幾年後 一路定期去做一個仔細的 腦部的磁力共振分析 那就是發覺呢 到現在看回呢 他們沒有受到很明顯的腦部損害的 照樣也不會有什麼不可逆轉的一些傷害去造成了出來的 就是當時我不知道台長你記得有多少呢? 他們的報告就說他們是沒有記性 睡不到 還是有很多古怪的症狀呢? 什麼都有 頭痛 最重要是頭痛 還有累了 那有些人就覺得總之腦部經常都不舒服了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而且就是說會有漫延的趨勢 越來越多使館人員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說真的 上班會累 這個就是普世問題來的 但是更加技術上就是說 如果真的以他們當時所說 是現場有一些很低頻的聲音 然後他們就會受損 有一個科學討論的價值的位置就是說 這些低頻的聲音 是不是真的會直接影響到人 這件事情 我自己會這樣看的 我都會很有興趣知道 人呢 他會很容易受到電磁波的影響 以及很容易受到聲波的影響 其中呢 電磁波的話 大家都會聽過 如果住在高壓電纜附近 會不會更加容易有癌症 因為那裡的電磁場活動比較活躍 另外就是說 不同的電磁頻譜 如果越是高能那些 甚至乎是輻射來的 那他的影響就直接就是由電磁波 激發到你身體上面一些不必要的化學反應 於是對你身體有影響 長遠來說 會不會就是癌症這樣的影響呢 對於低頻的 會不會好像出現到像微波爐那樣的效應呢 令到你身體上面某一些的化學分子 受到共振式的刺激 於是就會受到損害 不清楚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電磁波 但是現在似乎呢 這個下灣那這個事件呢 是在講一個聲波的影響 那我們都知道的 大聲吵一點 我的耳朵會覺得震耳欲聾 甚至乎震動更厲害的時候 我的心都來一來 那這個簡直就是物理機械震動的影響來的 那如果高頻那些呢 反而我們不是這麼覺的 就是高頻的聲音 如果是那些超聲波那些 你開到很大聲 我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根本聽不到 我們甚至乎身體自己都感受不到 但是低頻那裏呢 現在我逐個去篩選了 現在這次他們的報道應該是一些低頻的聲音 低頻的聲音呢 比如說那個頻率每秒鐘是低過15下震動 就是那個頻率是低於15Hz那些這樣的頻率呢 照計我們是聽不到的 但是呢 那些低頻的聲音 如果那個聲浪是夠大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不是用耳聽到的 是我們個人自己都感受到的 其中一種我們最害怕的一種聲音機械震盪 就是我們聽過的所謂音波炮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那個震動的幅度很高的一些聲音 那些聲音不是吵你的耳那麼簡單 甚至乎有些瘋的情況就是它好像一個爆炸出來的氣浪 是直接是震到你自己的那個身體的內臟 令到你身體的內臟突然之間搓一搓 搓的程度就是有時強到的話呢 可以比起被一架車撞 甚至乎你一個那些這樣的 現在在戰場上面 俄羅斯有用的那些叫做熱壓炸彈 就是Thermobaric那種這樣的炸彈 其實它的原理都是 突然之間牽起一個很強勁的氣浪 基本上就是一種震耳肉龍的聲波震動 一下子就把耳膜都震穿了 然後就連五臟六虎都震到它是內出血 喂 你不是說像我們以前那些 是啊 我猜你想到這些 就是那些某某那些 就是看天殘變 天龍缺 就是那些陰波弓 是不是 那類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種叫做陰波武器 就是你變成如果是真的在講 就是講了這麼久這些東西 真真正正如果你真的想用一個低頻的陰波 來傷害到人呢 那種傷害就應該是講這種內傷 真是內功式的內傷 聽完那幾下之後你不只是腦 你是本身身體裡面的內臟你都出了問題 我心都來一來 就是說你會不會找到一種低頻的陰波 就只是影響它腦不影響其它部分呢 似乎就不是這麼大的可能 因為那種的震動是全身性的震動來的 但我想問一下就是它做到這個效果 它要有什麼機制的? 有什麼機制? 就是說那副機器是怎麼做的? 其實一種機械式 在一個空間裡面突然之間牽起一個頻率很低 但是那個幅度很高的一種震動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爆炸來牽起它 就是我的意思是怎麼做這種爆炸? 嗯... 一個化學的爆炸來的 真是 就是一種很激烈的燃燒 突然之間有個氣體膨脹 那你就出了 但是通常你氣體的那些爆炸呢 你出來的那個聲音頻率就不是只是低頻的 是很多頻率都有的 所以你不只是那個聲音被它震動這麼簡單 你是真的聽到的 然後還會... 是時候的了 在某屋邨都十幾二十年前了 隔壁的氣爆嘛 是的 在另一間房間裡 那個氣流撞進去 那個人震死了 是的 另外就是爆炸的那種氣浪 有些沒那麼厲害的 你見過可能有時候看一些片 都有人不幸運 它崩壁 崩壁一個重型車的車胎 很壞不壞 那條車胎突然之間爆了 那是爆到整個人就彈到打光斗 然後就七孔流血過尺 因為就是那種呢 突然之間那個氣浪炸傷你 那個氣浪是單一的一次的震動 很激烈的震動 它的頻率裡面就是幾種頻率都有的了 你實際上聽到也會爆一聲這樣的爆炸 但是也都有一些很低頻的東西在裡面出現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爆炸就可以產生得到 但是你說如果是一種就是 只是得很低頻的那種氣浪 那你就要 我想你都會找一些電子機械儀器 來幫你去設計出來的 但是那件事就不會是一件很輕巧的東西 所以我們見那個是那個聲波炮 它有一個車的嘛 是一個喇叭的樣子 是一個喇叭的樣子 喇叭的位置是大的 但是那個最恐怖的地方 你完全聽不到 你聽不到嘛 你只會突然間覺得就是 嘩 有些很大的衝力撞到你那裡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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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說如果是說要驅散群眾那種 就不適宜用一些聽不到的 你一定要用都要用一些聽到的頻率 再加一些震盪 還有你如果說得到是那個所謂的震壓的效果 你那個威力 你的控制你要很小心 因為你總是有人站到很前的 這些聲音啊 這些電磁波 或者是聲波的訊號都是 一定是越遠就受的影響越少的 你可不可以確保到那個強度 就是當你站在它前面的時候 都不會可能只是令到更有力去走開 傷了就不是去造成一種永久性的傷害呢?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其實你講這些音波炮的技術呢? 指紋樓梯響就不是說還有一個很有效的實際應用 因為那種失手傷害人的機率是高的 其實這些東西就不是那麼適合 就是講就講到可以做到這個驅散群眾的效果 但是實際上用起來 你一定是會 就是好像橡膠子彈 一定是會措手傷到人的 還有他還要看什麼環境上面 譬如說你這個街上有很多窄案 它未必 因為那個聲波反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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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的環境 限制 我們講回這個下彎來的一件事 如果我們相其想像 是不是有些像槍那樣的物體 射一些聲波出來 射到哪一個人的腦袋裡 然後又有事呢? 我覺得就不是只有一枝槍可以做得到 因為你這件事要低頻 你這件事自己本身有上一帶 這個是那個物理的限制來的 就是等於大家玩開音響的實施了 你需要那些低頻的 你那一對喇叭你不可以太小的 你不會預期一個普通耳筒 耳塞那些這麼小的元件 可以給你出到很漂亮的低頻聲音的 你漂亮的低頻聲音 一定那件事本身就有上一大件 我們以前有玩過hifi的那些 那個喇叭有多大 我們試過整個雪櫃這麼大的 是啊 就是要這樣的 整個雪櫃這麼大的 所以你說如果下彎那裡 真的有人特意要播這些東西 你起碼放幾個雪櫃在外面先 然後就在那裡跟你在那裡 在那裡逢hifi 然後你聽到那些音樂 而且你不知道的東西 現在最新的報告就說 這個是心理問題多於實質問題 就變成了另一件事更加懸疑 美國的衛生部 他就特意去追蹤 跟那些人再做那個腦掃描 因為很多時候報告的那種損害就是說 是跟他睡覺啊 精神上 大家很多時候想到會是跟腦部有關 跟他們再做一個詳細的磁力共振分析 就發覺跟一個正常人的腦部的分別不大 那個腦部活動 照計他們應該沒事的 就不會說有些真的叫做永久性的損害在那裡 那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呢 就是可能就更加會不會歸因於 只不過是心理上的因素 去到夏灣拿這個地方 長期高提防狀態比較繃緊 也都不可以這麼自由地在外面去出入 令到他們一群人在裡面 就不是一個太理想的工作環境 現在反而就更加多的證據 就變得顯示在這一方面 這個集體的歇斯底里其實都是一個可能性來的 但是就局限在那個外交的環境 我覺得我自己就對這個結論有點懷疑 為什麼呢? 就在外交的層面那個教程度比較高 他們也都對那個特工的 就是那些的情報搜集 他們比較熟悉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他們仍然說出現了問題 這個也是在集體上 我們覺得那個所謂的集體歇斯底里 就比較難解釋這種現象 但是幸好就是這個情況沒有持續 就是我們那次我們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講過之後 跟著都沒有那件事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它查不到那個 就是磁力共振 查不到那個腦部本身有問題 我相信就不是一個真正的 就算即使有這件事 這個不是一個持久的傷害 它只不過是一個短期 就是大家出現了一些症狀 但是應該就沒有入獄 就可以當作一個個別的歷史事件 是的 就需要說去什麼 但是反正很多事情 就是去查 大家也都未必查到那個結果 那只能夠就code file 算了 如果這件事沒有再發生 我就就 就是這件事就變了越來越似 那些人好像一個撞鬼的故事一樣 是的 離開了那裡就沒事了 是的 那裡的時候就全身不聚在 又出了很多事 那現在就 當然整件事我想就 就是反反覆覆覆了這麼多年 就變成了一件懸案 現在是會是 我們只能夠做一個這樣的結論 就是懸案 因為正如你現在那個維基百科都這麼說的 Courses not determined 他都不敢說一定是一個集體的大家的歐斯底里 這樣 只不過我現在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結論都是我們都不知道 是的 所以我想就只能夠放在科學回憶那裡 就變成以後其他節目的一個話題 好了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科學分支的環節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隔壁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 就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那個女人隔壁的一個 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 你怎麼看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提過的鵝獸 什麼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那裏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呢 就扮著我們在那裏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呢 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那 沒錯 其實我和阿紀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呢 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那裏按一下 那如果有新的節目呢 就會有通知的啦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事啦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我和阿紀圖 那一次 抱歉